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信用证和备用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基于国际贸易的特点,各国法律不同,以及一方难以亲自了解另一方等因素 买卖双方可能互不信任 买方担心预付款后,卖方不按合同要求发货 卖方也担心在发货提交货预单据后买方不付款 因此,需要银行作为买卖双方的保证人代为收款交单,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 银行在其中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信用证 信用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进出口双方在付款和交货问题上的矛盾 信用证是银行出具的有条件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 银行将有责任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 在国际贸易的货款结算中,绝大部分使用跟单信用证 跟单信用证是指受益人必须向银行停购信用证上面著名的商业单据 且单证相符,才能够收到货款的信用证 信用证保证如果买方无法支付或破产 银行仍然会向受益人,也就是卖方付款 所以信用证是支付工具,是国际贸易活动中常见的切算方式 信用证的支付取决于供应商的履约情况 UCP-6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为信用证提供了一套全球标准的惯例 初具跟单信用证时使用Swift MT700 报文由开证行发送至通知行 Swift代表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它通过代码系统安全的传输信息和指令 备用信用证由美国银行系统发展而来 具有与银行饱含相同的功能 备用信用证简称为SBLC 备用信用证对于受益人卖方来说 是备用于开证申请人发生违约时取得补偿的一种方式 备用信用证具有银行担保的性质 同时备用信用证又具有信用证的特征 独立于交易合同 是不可撤销的独立的更单的和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备用信用证经常出现在国际贸易合同中 这些合同往往涉及大量资金和额外风险 开证行使用SWIFT MT760报纹 发送备用信用证的条件和条款 在处理更单信用证和备用信用证时 经常会听到数据MT799 MT799是在密压的自由格式的报纹 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自由通信 MT799被视为一种验证工具 仅作为银行间SWIFT电子验证 买卖双方签递合同后 买方可以要求其银行 向卖方银行通过MT799确认买方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合同 MT799仅用作资金证明或资金确认 MT799不是付款指定或付款承诺 买方银行出具MT799给卖方银行 卖方银行确认后 通常会将产品证明发送给买方银行 然后交易将得以进行 MT799用作备用信用证和跟单信用证等银行工具的预通知 如果MT799在MT760出具以前发送 只有在发送MT760时 银行才会为此交易锁定特定资金 MT760受UCP600认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和ISP98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约束 信用证和备用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银行工具 信用证是受益人完成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后开证行付款 备用信用证是在开证申请人 未完成付款义务的条件下 由开证行代为付款 MT799用作资金证明或资金确认 MT799不是付款指令或付款承诺 MT7991 MT7991